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那么每年的中国体操队的春节联欢晚会 可以说是体操队的一个保留节目 今年呢虽然在晚会上少了像杨威李小鹏这样的退役的明星去运动员 但是呢在晚会上还是增添了很多新的运动员的面孔 如果说以前的晚会呢都是由教练们把关的话 那么今年的晚会就是偷一次完全由运动员自己包办的春节联欢晚会 中国体操队的春节联欢会在两只老虎的舞蹈中开始 全体女队员分布在会场的各个角落 通过互动的形式让现场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 祝大家虎年吉祥 虎虎生威 大吉大利 今年的主持人由周凯和何宁担任 今晚所有的节目都是我们自编自导自演的原唱作品 昨晚最忙碌的要素何可新了 一会儿是小品打工其余中的老太太 一会儿又是舞蹈节目中的演员 整场晚会 特可新参与了四个节目的表演 仅道具就带了一箱子 明天会不会觉得特别忙 会 就反正一般都是想 想看别人的表演怎么样精彩 怎么好看 但是今天都基本没有看 都是自己一直在忙到自己那些东西 然后一会儿接一个一会儿接一个的 最逗的节目来自于张成龙和黄玉国创编的搞笑安马 这样一套高难度的安马动作 绝对能让台下的教练们看得目瞪口呆 体操队的孩子们当然也不是光眼不说的 看看在小品辩论赛里 邓灵灵和杨依林就展现了一下他们的嘴皮子功夫 除了口才还有乐器 去年刚刚在市井赛上成为双杠冠军的王冠银 业余时间热爱音乐 他的一技之长也震惊了体操队 就是没有正式练就是玩 没有正式学过 我一般都是跟着电脑的软件学的 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十四五岁我就开始玩了 当然 最具参与精神的要素体操中心的主任罗超义了 但阳光很快乐 确实是很美的一个项目 而且我觉得这些教练员 运动员包括孩子们 我觉得都非常可爱 非常好 真的很感染我 很感染我来了以后 我觉得很开心 大家都特别的棒 而且就很多人都展现自己的才艺 当然 希望中国体操队在五年里面 能够有更出色的表现 如虎天意 希望我们在亚运会和世界锦标赛场取得好的成绩 同时为一二两根灯奥运会打下一个扎实的基础 新砹调 南海银下注 南海银下注 明镇下注